笑与不笑的两种人生 这是由木叶天仙分享的第163个英国故事 今天给大家分享两个故事 刚好是一阵一反 这两个故事来自一位师兄的分享 他也是知音时果的粉丝 感恩师兄 故事中的我指的是这位分享的师兄 故事一 大约三四年前 我在北京一家公司上班 我所在的办公室有位同事 和我住得不远 所以我经常搭他的车回家 回家的路上我们经常聊天 所以我知道他不少事情 同事是东北人 他和他老婆上大学时就恋爱了 当时他老婆是一位医学护理专业的学生 和他不同校 毕业后他来北京打拼 据说当时他女朋友工作一般 经常是一份工作做不了多久就会辞职 我问为什么 同事说 什么时候辞职 那就看他妈妈什么时候感觉不舒服了 他只要在电话里听到他妈妈说感觉不舒服 他就会立马辞职回家照顾妈妈 直到妈妈完全康复为止 但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病 由此可见 他老婆还真是难得的孝女一个 他们现在已经结婚好几年了 他爱人我见过 他们也是一对普通的小夫妻 平时也会吵个嘴什么的 但他爱人对母亲的孝顺 一般人是做不到的 没过多久 就听同事说他老婆去了一家公司 试用期月薪三万 正式签约年薪六十万 那时候我一个月工资也就万把块钱 我同事的工资比我要高一些 故事二 我出生在一个小村子里 从小和姥姥一起生活 我有两个舅舅 大舅就在村里 但是他不孝顺 二舅在省会 算是孝顺吧 但离得远 所以经常也指望不上 姥姥家里的房产一类的财产 都是两个舅舅分的 因为是农村 嫁出去的女儿 泼出去的水 所以分财产 跟我妈没什么关系 但我妈很孝顺 怕姥姥在村里之苦 就在我六岁那年 把姥姥接到县城里一起生活 后来又到了市里 姥姥在我们家一住 就是十多年 这十多年 大舅从来没有看过姥姥 除了有一次 大舅要跟邻居打官司 来我家让我爸帮忙时 才提这瓶汽水 找上门来 十多年后 姥姥年纪大了 身体越来越差 瘫痪在床 眼看就要不行了 那是九十年代 我们都担心 如果姥姥死在市里 怕找不到车拉回老家 所以就把姥姥送回了老家 我妈也跟着回去了 待在姥姥家照顾姥姥 但姥姥回到老家后 在床上躺了三年多 才过世 姥姥瘫痪在床的三年多里 妈妈跟两个舅舅说好 每个人照顾十天 三个人轮流照顾 但事实上 大舅照顾得非常差 或者说根本没怎么管姥姥 举个例子 老人瘫痪在床 需要不停翻身 如果是我妈妈照顾 姥姥就每隔一会儿 就叫我妈一次 以至我妈晚上 根本没法睡觉 可轮到大舅照顾时 姥姥一次都不敢叫 因为叫就会挨骂 没办法 我妈不放心 每个月差不多要在姥姥家里 照顾二十多天 我在参加中考和高考时 我妈都在姥姥家 不在我身边 三年后姥姥去世了 我姥爷身体非常健壮 一直在家里给大舅种地 种到九十多岁时 实在种不动了 就住在大舅家 二舅和妈妈 每个月给姥爷生活费 后来姥爷也瘫在床上 动不了了 大小编都要人伺候 那时 因为我妈妈照顾姥姥病倒了 也在康复阶段 所以实在没有办法 再把姥爷接到我家了 只能是定期回村里 看望姥爷 大舅怕老人拉屎拉尿 常常是不给吃 不给喝 姥爷说冬天冷 我妈就让我爸 找人拉一车柴火 到大舅家 大舅非但没有给姥爷 生火取暖 反而把柴都晾在了房顶上 我妈也对大舅的做法 非常生气 但也没有办法 有一次老爷告诉我妈 大舅把他的七千块钱的存折 拿走了 那些钱都是我爸妈 还有他的外孙们给的 大舅如此不孝 结果很是凄惨 他在中年的时候 舅妈得了肝癌去世了 死时大约五十来岁 他的大孙子 有先天的白血病 孩子十九岁时去世的 他的三儿子 大约在四十岁时 也死于肝癌 大舅现在还活着 但是身体也越来越差 未来会怎样 不能想象 希望他能早些醒悟吧 牧业偏先感言 父母就是我们在人世间 最大的福田 把这块田更好 您想要的世间的平安 健康 地位 财富 往往不求自来 反之 您要的非但得不到 反而会失去很多很多 求而不得 父母是天 孝顺父母就是敬天 顺应天道 天自然会护佑您 反之就是逆天 逆天而行 后果可想而知 孝顺孝顺 通俗来讲 就是先进了孝道 才会有顺利 您有多孝 就有多顺 一个真正孝顺的人 总是能得到上天的眷顾 和护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